哈喽大家好,我是风云 日前,斯科达官方正式在海外发布了中期改款新锐车型 外观方面,改款后的新款新锐采用了斯科达最新的家族式设计风格 接连换装了更狭长的头盾和新造型的中网 保险杠也采用了新的设计 下方连通的格扇符合最新的家族式设计风格 侧面造型与现款车型保持了一致并无明显的改变 这位换装了全新造型的尾灯采用了横置的设计 恰恰弯折的设计也符合目前最新的家族式设计 车型尺寸方面,新车的成分高分别为4512,1706,1169毫米 轴距2603毫米 类似方面同样有着较大的改动,空调出风口被移至下方 而上方则配备了一块8英寸的悬浮式中控屏 同时新车配备了全新造型的三浮式方向盘 6.5英寸的全机仪表也增添了科技感 观图来看海外版的新锐拥有着较高的配置 未来国产后将保留哪些配置目前还不得而知 多类方面,海外版的新款新锐将搭载1.6升和1.4T两管发动机 其中1.6升发动机分低高两种调校 最大功率分别为91马力和112马力 而1.4T发动机的最大功率达到了127马力 船头方面现在将匹配5速手动或6速手动7速双领格变速箱 新车未来将先供应俄罗斯以及印度等海外市场 与此同时之前也曝光了新款色格达新锐和新动在国内的申报信息 这表明这款新车未来将在国内市场国产销售 期待一下吧 近日,吉利官方公布了新款远景官图及配置信息 从图片上来看,新款全新升级为了吉利第四代纯黑车标 提升了外观的品质感 接连格三采用了新样式的设计 仍然为吉利家族的回纹连衣设计语言 但具体表现形式有所变化 此外,T型的下部进气口相比现款车型尺寸更大 内部由三横弧格三填充 中向排布有8组LED日经行车灯造型时尚大气 侧面与现款车型保持一致 不过采用了16英寸切割式动感轮毂 立体感更强 车位使用了贯穿式电镀个亮条 将两侧尾灯连为一提提升了车尾的层次感 此外,采用了隐藏式的排气设计 并没有采用现款车型的单边共两处设计 类似方面,新车在老款车型的布局基础上有所优化 方向盘更换为了第四代的吉利车标 此外,空调触控口也进行了全新的设计 空调口周围加上了多个装饰条 并且新增了豪华黑灰类似配色 配置方面,新车搭载了Glink手机交互系统 支持倒车影像、GPS导航、生活资讯等功能 同时,新车还支持智能语音控制系统 动力方面,新款远景搭载1.5升发动机 搭配5MT手动或CVT5G变速箱 最大功率为109马力 风扭矩为142牛米 综合油耗为100公里5.8升 满足国六排放,对该车感应局的可以关注一下 从上期大众官方霍华7朗逸起航车型正式上市 外观方面,起航车型基本维持了上一代朗逸的外观设计 同时,小幅修改了其前脸的造型 例如前隔山上下边框处的镀铬石条 造型更新的前保险钢筋气口 以及向上弯折的镀铬石条等 这位部分仅在下方四宽灯的部位做出了调整 整体造型与上一代车型一致 车身尺寸方面,其成分高分别为4613,1765,1460毫米 轴距为2610毫米 类似方面暂时还没有更多的消息 预计新车的类似将维持上一代朗逸的整体设计 动力方面新车继续采用1.5升发动机 最大功率112马力,最大扭矩145牛米 传统系统匹配五速手动,六速手机,底片书箱 新车共推出了四款车型,市价区间为9.99至12.29万元 你会购买它吗? 劳斯莱斯发布了一款特别的幻影定制版车型 官方将其称之为玫瑰幻影点长版 根据劳斯莱斯发布的官图显示 新车在中控台、后门板以及车顶等多处加入了玫瑰花主题的刺绣 官方宣称这些刺绣由超过100万细密针角组成 凸显了劳斯莱斯独特的定制工艺 而新车的设计灵感来源于劳斯莱斯古德伍德总部的玫瑰花园 这里培育着独一无二的幻影玫瑰 同时新车的座椅和部分中控台有查尔式蓝色真皮包裹 其余部分则采用了黑色设计显得十分雅致 二个方面采用了孔雀蓝色的车漆 同时浅蓝色的腰线贯穿头尾 并且还加入了专属的玫瑰标识 而腰线也被巧妙的设计成了标识中的玫瑰花的花金 动力部分新车机具配备6.75升双无能增压V12发动机 其最导功率为570亿马力 传统系统匹配的是财富8速手机底变速箱 大家觉得这车好看不呢 林跑官方发布了旗下第二款车型的设计手稿 名为林跑T03定位在一款V型电动车 全封闭式的前脸设计搭配两车椅圆形的大灯 和Smarty的Full 4有些相似 这位造型也同样走可爱呆萌的路线 上载下关的整体造型给人一种蠢萌的亲和力 类似配色和车身颜色高度契合 装饰面板和车漆颜色相同 细色移植的装饰板 左右两侧的车门把手 采用非常具有心意的非对称式设计 仪表盘和中控上的两块液晶屏幕 提升了该车的科技性 林跑T03还设计了弹出式的杯架 让车内空间得到了最大化的利用 动力系统方面 厂商则透露T03配备了两款电池版本 分别是31千瓦时和38千瓦时的动力电池 对应的设计里程为300公里和400公里 底盘方面配备的是前麦夫逊式悬架 后有力量悬架 据悉 林跑T03会在2020年4月份正式上市 不知道这样的小车你会考虑吗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点击订阅关注微角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